今天主要做的事情就是 改成本來是有七十幾題 然後因為七十幾題人的耐性有限 所以隨機挑五題讓人家去選 這些跟限感有關的題目 那這樣使用者他就是可以看說 比如說像這幾次為什麼罷免 就是不分距離以為不能罷免 然後他覺得這題落絕很重要 他就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可能改一個話題那個字 那他可能問題是可以選中語 不過我猜大部分人應該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所以他覺得很重要 然後再來憲法到底保證要多數人 所以他就覺得還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為什麼參選要講那麼多 因為他很有錢所以他覺得不重要 那人權他又覺得也還好不重要 所以他就會開始 就是這邊有理解出這些頁面 就是說你覺得重要還是不重要的 然後他我給他再送出 那最後這個今天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整了一些資料就是 比如說像他覺得重要的問題 有一個人覺得他跟他很重要 那個字這些事情 然後他覺得那個參選要講很多錢 就是也有一個人跟他覺得 就不知道因為他就是他 然後才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讓這些 這些玩這個互動機制的人可以吵架 所以這邊接了一個Discuss 對 那這邊到時候會有那個 一些憲法法 就是專家他們整理出來的 針對這個議題 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會寫在這邊 那如果你就是任何一個人 他做完這個挑選以後 他覺得這個答案他不滿意 他就是在這邊吵架 對 那目前 用這個工具 就可以蒐集到 就是這些憲法100問裡面 就是大部分他覺得比較focus 或者說他覺得這些問題 需要再多解釋的東西 那這邊到時候會接一個頁面 是直接連到 比較完整的憲法 限改問題的解說 謝謝大家